大家好,美国准备利用高空冲气装置监控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超高音速武器 美国媒体曝光,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计划以超越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 也就是高空冲气装置,叫Hot Air 实际上就是飞艇 飞行在6万至9万英尺间的高空冲气装置将被添加到五角大楼广泛的监视网络中 最终可用于跟踪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媒体分析,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是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文件表明 该技术正在从国防部的科学界转到军事部门 美国国际安全计划高级研究员兼战略中心导弹防御项目主任 叫汤姆卡拉克 他表示高空或超高空平台在空间站上的续航能力 机动性以及多种有效载荷灵活性方面有很多好处 五角大楼继续投资这些项目 因为军方可以将气球用于各种任务 这个预算文件过去两年里 五角大楼在气球项目花费约380万美元 并计划在2023年度花费超2710万美元 继续开展多项工作 与同时尽管周三最新测试失败 美国国防部仍在研究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计划 美国的一个亮点是这些气球可能有助于跟踪和阻止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 中国去年8月测试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让美国光明 此外俄罗斯也开始加快高超音速武器开发以应对美国 2002年俄罗斯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 俄政府声称 3月对乌克兰的袭击中发射一枚高超音速导弹 标志着其首次用于战斗 这是美国热气球有用的一种方式 增加昂贵的卫星来跟踪导弹 类珠型的气球收集复杂数据 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导航 多年来美国光部一直在使用高空气球和太阳能无人机进行测试 以收集数据为地面部队提供通讯和缓解卫星问题 美国光部预算论证文件中发现 吴甲大楼已经悄悄的将气球项目转移到军事部门 以收集数据并将信息传输到飞机 该计划的名字叫平流层架构 是19年已经被报道过 当时是追踪毒贩 美国光部当时在南达克达州发射25个监视气球 监控南部的毒贩 美国光部也证实 这个平流层架构计划已经过渡到军中 国光部不会透露有关这些项目的气节 因为它是最高机密 另一项举措旨在将所有技术结合在一起 吴甲大楼正在进行演示 以评估如何将高空气球和商业卫星纳入攻击 即所谓的杀伤链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预算文件中也显示 未来该技术也会用于美军的特种作战 随着美国空军退役战机 侦察机寻找其他跟踪目标的方法 也成为美国光部的首要 美国媒体也介绍 生产的高空气球 由一个飞行控制单元组成 由使用可再生太阳能电池板充电的电池供电 它可以有效载荷电子设备包 可以控制飞行安全导航以及通讯 风流允许气球沿着所需的飞行路径漂浮 可以利用不同的风速风向 使气球移动到目标区 而且该设备还专有机器学习 也就是AI来计算风向 并实施了融合传入的传感数据 进行航向 美国目前的气球测试 拥有一个任务运营中心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配备训练有速的飞行工程师 来驾驶并监控气球机队 现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对高空气球 已经开始进行验证了实际的 那美国这个高空气球 它的造价非常低 发射和操作气球数周或数月成本 只有数十万美元 而发射和操作卫星或无人机 要达到百万或千万美元 这个成本也非常低 现在看着美国这个高空气球 还没有实战化 但是未来如果实战化 上面配备有激光武器 它可以快速的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打击 另外如果配备这种动能弹 用撞击的方式打你高超音速武器 特别在你上升段 你高超音速上升段是最慢的 那在上升段打击你 但是美国的高空气球 它的飞行高度是非常高的 可以达到两万米以上 一般的民航机战斗机 也就是在一万米到两万米这个区间 俄罗斯最先进的这种高空米格系列的高空战机 也就接近两万两万六千米 不到三万米 那说如果它飞到三万米四万米 你对它一点办法没有 它可以对你进行监视 你的有效打击的武器 对吧 很难够到的 另外呢 美国这个高空气球啊 它也很难发现 它在高空 它基本上是静止不动的 你很难发现的 另外呢 即使你发现了 你很难有手段打击它 记住啊 现在高空上的这种打击手段啊 都是对付什么 对付高速目标的 低速目标很难打击 那现在呢 对它进行防御 最后呢 我想说啊 中国应该研制自己的高空飞艇 对付飞艇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用飞艇 飞艇对付飞艇 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我说下一步呢 中国应该研制自己的飞艇 但是现在你看媒体上没有报道 美国已经开始研发了 中国呢 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道 中国也没有公司 对吧 也没有这种大型公司开发这种飞艇 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 所以我要提醒 最后呢 我觉得啊 中国的很多公司啊 其实可以参与到这个飞艇的研发 因为飞艇啊 实际上它可以取代威胁 现在这个美国的马斯克啊 不是整了星链嘛 但如果啊 中国呢 能够用飞艇 也完成类似于星链这个任务 对吧 你包括通讯 导航 实时数据传输 也用飞艇 它完成 那你看 就取代了星链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个商机 中国现在我没有看到 有什么公司搞这个项目 其实这也是一个致富的捷径 人生有什么真相关 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做了什么 很多东西